EasyGo9的武功秘笈 今天如果你想试一个ISO档 那我们比较常用到的方式就是使用系统 管理里面有一个USB制作程式 你可以把它制作到随身碟中 然后再由随身碟开机 这样来测试 那毕竟制作USB程式也需要一段时间 或者你把ISO档利用影音程式把它烧成光碟片 烧成光碟片 这也是一个办法 这也是需要时间 而且还要需要一张光碟片 那我们有没有更快速的方式来测试 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呢 在EasyGo9之后呢 我们的开机选单是可以做 上面直接把这个ISO档挂起来让它尝试弄起来 那它的做法是 我们先切换到 我们要去编辑这一个选项 编辑这一个选单 编辑这选单 然后把这个档案打开来之后呢 输入以下内容 输入以下这 我们需要这些内容 这些内容我们会放在适当的位置 给老师们去看 去抄直接复制就可以 那你需要改的是这一个ISO档位置 这个ISO档位置 你只要输入这些文字 虽然有一点长 简单来说 这个是选单显示的内容 再来 这个是开机的第几分割区 那比较要紧的是 你的ISO档摆在哪里 然后这边后面 有一个ISO档摆在哪里 这些资料对了 你把它存起来 把它存起来 接下来重新启动你的电脑 在开机选单上 你就会发现多一个选项 存档之后 你还需要下一个指令 叫速度updategrub 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它会去更新你的grub 这个时候 它会告诉你 它发现了一些 开机的一些过程 接下来我们就是重新开机 我们重新启动机器 这个时候 你开机的选项里面 就会多一个选项 给你选择 从开机之后你就会看到有这些选项可以选择 你就有选项 就有一个test iso这里 你点test iso 这个时候 电脑就会直接启动 那一个ISO档 这样就可以直接来try一些东西 这是蛮方便的一个方式 蛮方便的方式 那刚才那一大串的英文字 那刚才那一大串的英文字我们会放在一个地方给老师们需要的人去拷贝 然后修改就好了 这就是ISO跑起来 这是一个无邦度10.04的ISO档 直接利用开机选单跑起来的画面 好那我们再把它重新开机 正常进入我们回到我们正常的选项 EGO的选项 这就是光碟跑起来的状况 ISO档挂起来跑起来的状况 当它重新开机之后 我们又会看到这几个选项 内定是10秒钟会进入我们预设选项 好我把以下的内容发布在我的部落格里面 好在这里里面 你可以去直接去复制好这一串文字 这样你就可以很快速的取得这个 你只要更改ISO档的位置 这样子如果你将来要试一些 试一些ISO的时候 你这样可以获得比较好的资源